我們有三位歌迷朋友 我們挑了三個問題要來問 所以我們請三位歌迷朋友上台 分別是 陳小姐 還有Sally 還有文婷 來 掌聲鼓勵歡迎他們三位上台 嗨 讓你們跟他們近距離接觸耶 對 請問一下你現在拉筋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原來腿很痠耶 先不要拍照 謝謝 謝謝 好 來 問問問題 所以 陳小姐是哪一位 是你對不對 好 麥克風幫我 給你好了 乾淨的 不要這樣 沒關係 握到你的手 多麼的榮幸啊 對不對 太開心了 好 來 陳小姐你什麼問題要問他呢 我想問所長說 如果他面對壓力的時候 是如何紓壓跟釋放的 好問題 請你盯著他看 不要放太大 對 看著他 OK 這朋友說 這個朋友 這位朋友跟我說 有壓力的時候怎麼面對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很幸運 可以做 我做這個 這個 就是 算是表演藝術 當作自己的職業 就可以把一些 比如說昨天 唱歌的時候 我 我覺得其實 我昨天很享受 但是我 可能裡面有一個 不捨的心情 而且自己還沒 還沒知道 其實還是有點緊 然後大家看到一些 跟我很親的 常常見面的工作人員 會特別留意到這些 嗯 我就很不在 很不 自覺的 一個狀況底下 就把它發現出來 所以就沒有特別說 要找 比如說找朋友聊天 或者是 喝喝喝 吃吃喝喝去旅行 或者是 呃 呃 要怎麼樣 做運動 其實他做運動是最好的 其實最好的 但是 呃 我 蛤 我 我只能 買跑車 買跑車啊 他裝聽不懂耶 不好意思 繼續 從買跑車繼續接 還是一場感冒 啊 你有沒有使我太驕傲 好 別講這一句 好 OK 好 反正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解 解 解憂的 嗯 聽 我覺得聽歌然後看演唱會 其實看演唱會 我覺得 我也當觀眾 我有當過 我常常也當觀眾 然後去 如果找到一個 就是 你會覺得很 很享受的演唱會 去看完其實 看一部電影 對我來說是找一些 跟藝術有 有關係的東西 呃 去做 你就可以發洩一下 你自己的情緒 對啊 不是 不是每一次做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 你都很在意自己 在 在 在 發洩自己的情緒 因為那個過程 你不用想了就 就很自然就會發洩出去 好 就把 跟藝術有關係 就把你交給他就好了 掌聲鼓勵鼓勵 就把你交給他就好了 你把你交給我 所以你竟然會有 我把你交給我 那我把你交給你 我把你交給我 你就用這個 我把你交給我